施折省錢都要虧,轉型都不行 高層挑選,產品掣銷 公股抽水兼法定營景的施折出成績表 截至去年12月底虧4億6500萬 剛剛符合市場預期下限 收入大跌1成9,去到135億6千萬 虧得少過預期都是全靠省錢 上任幾個月的CEO就說 會再調教施折的轉型計劃 上半年CEO廣告和宣傳用了6億 較去年同期請巴西超模做代言人的時候 少1成8 中五部原業績股價轉升為跌 是能收市先走勢回信 最後撥10個1跌0.8% 雖然CEO強調1、2月份的銷售有改善 但不少分析相信 下半年CEO要扭規的機會真是接近渺茫 未來這6個月的生意率很難估計 因為有很多不明朗的事會發生 你會看到現在市場的經濟環境 尤其是在歐洲都不太好 歐洲環境不行 貨物繼續去得慢 就算他們肯省錢 只是減輕影響 股價就算不大跌 都是低位徘徊 那也是 、「明,好,好病,好,好,好病,好,好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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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